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了 那个这个是初三的上册第五章 第五章呢 一二三四呢都是化学的 那第五章我们终于可以摆脱化学 来一点这个物理的东西 那第五章呢其实是物理的 所以这一章的题目是机械能 所以之前呢其实读这个能量呢 那一边呢我们其实已经有介绍过了 机械能是动能加势能对吧 那势能呢又有分成了重力势能 跟这个弹性势能 所以呢这边呢就差不多是延续 之前所讲过的东西 只是说在这一章呢 我们有做一系列的实验 来看一下这个动能跟势能呢 是跟什么物理量有成正比啊等等的 OK那还有的就是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呢 叫工啊 这个工呢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就是说能量能够转换嘛 对不对 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外一形式 那我们的这个啊能量的转换的多少 我们是通过怎样去计算呢 那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工 那这边呢我们就学啊 我们就介绍这个工的定义 还有一个它的单位 再来的就是工和能量的之间的关系 其实呢你可以看它的单位啊 啊你会发现到工的单位 跟能量的单位都是一样是交二 啊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关系 到底怎样的关系呢 啊那这边会提到 OK然后呢我们有利用公式来计算这个工啦 啊有工的一个公式来计算题 还有又多一个东西叫功率 你们看到这个率呢 你就大概知道说 哎我们之前有一个叫速率嘛 对不对啊什么率什么率 这个率如果我用速率来讲呢 就是一个东西移动的一个快慢 所以基本上呢其实有这个率字呢 就是代表了一种快慢的意思 所以功率基本上就是做工的快慢 OK我先讲到这一边啊 我们迟一些会再详细的讲解啊 这个功率 然后呢有这个功率的定义 还有功率的单位 还有功率的计算啊 然后呢最后六根七呢 我们再讲这个动能跟四能 其实整张你会看到 题目是虽然是机械能 但是呢这个动能跟四能呢 我们到后面呢 其实才讲一下下 不是很多 OK所以呢 再来的就是一些动能跟四能的互相转换的一些例子 好也会在这一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张呢 其实分成三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呢 应该是在讲功吧 第一个小节是在讲功 然后一些功的必要小节 就是他要有力 他要力的方向上的位移 啊 所以这个呢 是他的一些定义啊 所以迟一些我会迟一点 等下我们进入 我们才会详细讲啊 到底为什么 我们不可以直接讲位移 要讲力方向上的位移 啊 这个很这句话 很刁专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然后呢 还有的就是 功定义是 我们功呢 定义成F乘X F是力 X就是他的位移吗 对 力成位移 所以如果你讲力成位移 哎 怎么力成位移就好了 为什么力的方向上的位移啊 啊 直接我再解释 嗯 所以这个功 应该是第一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 我们就要讲功率 就是做功的快慢了 啊 做功的快慢 所以你会看到 速率 我们就用距离处于时间 功率 我们就用功处于时间 所以只要看到率 我们就处于时间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这个功率呢 就是功处于时间 那第三个小节呢 就要讲到 机械能 啊 是包括了动能跟势能 那动能跟势能 动能就是有 有运动了 有它的质量 跟速度 会影响这个动能的大小 那势能的话呢 啊 有分成重力势能 跟弹性势能 而重力势能呢 跟它的质量 跟它的高度 有关系 弹性诗能的话 就跟它的形变大小 有关系 啊 然后呢 动能跟诗能的 互相转换的一些例子 啊 我们可以看到了 所谓的 这个机械能的守恒了 所以这个是点三的部分 所以这一张呢 不是很多 啊 就是三个小节 我就大概可以讲完了 OK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小节的东西 我们的功 那这里有举几个例子 举重源 他把那个哑铃举起来 那他可以把化学能 啊 因为 称 储存在身体里面的化学能嘛 啊 把它换成这个杠铃的 这个势能啊 因为它被提起来了 对 所以 化学能转换成势能 马拉车 那马呢 体内也是储存了这个化学能 然后呢 变成了这个马车的动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化学能也是转换成了动能 而这一个过程呢 这个能量转换了多少 啊 能量 多少能量发生了转换 这个就是我们的 功的一个概念 啊 我们也另外一句话呢 就是讲说 这个举重源 对这个杠铃做了功 所以这个杠铃啊 就把这个化学能 转换成了这个杠铃的势能 啊 所以最所谓的做工呢 就是 能量转换了多少 啊 那这个功的字呢 你们要看清楚啊 他是功课的功啊 不是我们的工作的功 不是一个 呃 一横一纸一横就算了 啊 他还有一个力在旁边 也不是 功战的功啊 所以功有很多个功啊 所以 我们华文字啊 很很很特别 这个 单单这个音 G-O-N-G 第一声 我们就有好几个功 这几个功呢 都不一的 不一样的意思 啊 在物理上呢 我们都用这个功成 名就 或者是徒劳无功 马到成功 这个功啊 作为这个 物理的这个功 OK 物理的功是用这个功啊 看清楚那个字 好 那这边呢 举重员啊 马拉车啊 对不对 所以整两个情况都是一样的 看清楚 某个物体受到的力的作用 而且在这个力的方向上 有了一段的位移 就代表这个力 对这个物理做了功 所以这个是有做功的情况 就是说 我有一个力 推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东西 移动了 向这个力的方向上 移动了 那他就是 有做功了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好 那你就想 这样什么情况 没有做功啊 我们要看一下 有没有情况 是怎样的情形 是没有做功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情形 要有力的作用 对不对 第二个要点 就是要有力的方向上 发生了位移 这个两个要点 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下有几个情形 是没有做空的 第一个情形 如果我抛千球 抛千球的时候 我有没有推这个千球啊 对不对 但是他一离开我的手之后 离开我的手之后呢 我的手的力 我并没有 我的手的力就没有再推他了 对不对 所以他整个的过程 飞行的那一段的过程呢 其实是没有做空的 啊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手 那他就没有力的作用了 所以这个 我的手呢 是过后飞行的过程呢 是没有对这个千球做空 这个要注意的 没有力的作用情况 还有的就是 如果这个人 他推这两车 如果这个车 没有放handbrake 所以推来推去 这个车没有带动 忘记放handbrake 所以请问 有没有做空 没有 因为 虽然有力的作用 但是没有位移啊 对不对 或者是你推 推你的 屋子里面的墙壁 推来去去 你的墙壁没有动 那你的这个墙壁 你也是没有对这个墙壁做空 虽然你推到很辛苦 对用了很大的力量 但是因为这个墙壁没有移动 所以他也是 呃 你你的力也是没有对这个墙壁做空 好 我们的讲的时候呢 要 呃 必须要讲清楚 到底是哪一道力 有没有在做空 OK 我们问的时候 一定是问哪一道力 有没有做空 这样子 OK啊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情形 没有力 当然是没有空 第二个情形 没有位移 也是没有空 有没有情况是 有移动 也有力 但是也是没有做空的 也是有了 哈 我们看一下 哎 这个天 这一辆是 吊重物 的一个 一个吊车 天车 它叫 然后 它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 它拉了起来 这个东西不动 啊 或者是 它数值向上移动 过后呢 它还有水平啊 又沿着水平的方向 移动 请问这三段 啊 这三段时候 哪一段呢 是 钢索的拉力 有对 重物 有做空 OK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一个来分析 禁止不动 当然是没有做空 因为它没有位移啊 对 这个是没有做空 数值向上的时候呢 因为你的力 往上拉 它的位移也是往上 所以 你往上拉的时候呢 它是有做空的 哎 这段有做空 但是呢 你看水平方向 匀速运动 有没有做空 也是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掉这个物体的时候呢 我的力是往上的 对吧 这个绳索的力是往上的 但是你移动的时候 往哪里移动 你往右移动啊 所以它整个呢 其实 移动的方向 和力的方向 是成垂直的 哎 垂直的话 那这个也是没有做空 OK 我们看回之前的那句话 我们做空很重要的 就是 力的方向上 发生了位移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讲 有力 有位移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还要 啊 这么这个位移 我们前面 还有这么一场的 一句话 力的方向上 发生了位移 而不是位移 这么简单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因为你的这个位移 一定要跟你的力的方向 是一样的 啊 这个我才可以算 如果是垂直的 就没有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啊 所以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啊 力的方向上 发生了位移 所以呢 总的来讲 什么情形没有做空 没有力 就没有做空 没有位移 也是没有做空 再来的就是 力的 力的方向 和位移的方向 成垂直状态 也是没有做空 哎 这三种情形 记起来 OK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些我就跳过了 这些 他慢慢的 他的一些 详细的讲解 就告诉你 做了多少工 其实就是能量转换的多少 好不好 所以这个你可以自己慢慢去看啊 好 那再来的就是 工要怎样计算呢 到底我做了多少工 对吧 我要计算出一个数据来 怎么算 那这一边呢 我们就讲到 工呢 其实是能量转换的亮度 工呢 等于力 跟这个物体在力的方向上 通过的位移的成绩 就是把力跟位移成绩来 就这么简单 OK 那这一边呢 我们被 我们不要被文字式了 我们被这个 符号的 W Stand for work OK F Stand for force S S我不晓得 Displacement 他是因为他是 Displacement 位移 所以 W等于F S 这个 记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 公司的计算 那这个公的单位呢 其实是交额 交额 然后这个单位 大家应该都 我们从这个 F乘S来看的话 F是牛顿嘛 S是位移 位移就用meter 所以两个呢 乘起来 其实是牛顿 meter 所以交额 就会变成了牛顿 meter OK 那这个呢 是可以 算是可以转换 这样子 所以同样道理啦 我们这个交额呢 是一个新的物理量 新的物理量 从原本 从牛顿 meter 原本是牛顿 meter 然后呢 转换成一个 新的物理量 交额 像这个 Pasca也是一样嘛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出医学的 这个压强的时候 我们讲 压强 相等于力 除以这个收力面积 对不对 所以是牛顿 除以meter平方 哦 然后呢 我们都讲说 哦 我们用了一个新的物理量 叫做Pasca 所以Newton Newton per meter平方 变成了Pasca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Newton meter 换成了交额 也是一样道理啦 可以理解啊 同理的 OK 再来的就是 我们看一下 供与力 跟位移之间的关系的推导 那这个我不是很想要推导 我是觉得没什么重要啊 就是说 同样的高度 我提起同样的高度的话 一个是一个物体 我就用F咯 那三个同样的这个砝码 就要用三个F咯 所以位移相等的时候 我的力越大 我的这个功就会越多 那同样的物体 同样的力 如果我提的高度越高 那我的功也会越多 所以这一边 它其实要告诉你 力 而当我的力 是固定的时候 我的这个功 跟位移 是成正比的 我的 当我的位移 是固定的时候 我的力 跟功 是成正比的 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 正比反比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难的 就是自己去看看就好 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出来 当我的F提高的时候 我的W自然提高 我的S提高的时候 F固定 W也会提高 所以 我常常都讲说 你从这个 陈法控制这边 一左一右 基本上 都在分子的话 那它就是成正比 如果 在同一边 像F跟S 它们其实是成反比的 当你的功 固定的时候 F越大 我的位移就越小 所以 这个5 你自己 慢慢的摸索 这正比反比 好 我们看一下一个例 这个图5 就有讲到一个小孩子 拿了这个物体 是100牛顿的 OK 然后呢 将这个物体 从地面 匀速 提高到 1米高的 这个桌面上 请问他需要多少功 然后呢 如果这个物体 这个人 他用50牛顿的力 往水平的方向 拉了10米 请问他又做了多少功 OK 那 其实呢 你用了100 牛顿的力 移动了1米 两个乡层 得到100焦耳 所以第一个情形 是100焦耳 第二个情形 虽然这个物体的重量 是100牛顿 但是你往右拉的时候呢 是50牛顿 我们就用这个50 乘以这个10 所以这个呢 会得到500焦耳 好 所以其实 换句话呢 我们 这个100牛顿的 很多时候学生会误解说 对 老师这个100牛顿 为什么没有用 OK 总之我们要看的是 你的哪一个力做工 你就要看你这个力的大小是多少 好 不管他的重量是多少 因为这个 这个 拉的力 是为了抵消他的这个摩擦力 即使他今天没有摩擦力的情形 你的这个力多少 我们就用多少 这个摩擦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这个摩擦力不会影响 这个50牛顿是多少 我就称他为这个 力的方向上位移了多少 可以理解啊 OK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的题目呢 会有很多不同不同的力 比如说他又给你重量啦 又给摩擦力啦 又给你往前的拉的力啦 你不用理他这么多 总之他要问的是哪一个力 你用哪一个力 成那个方向的位移 就可以了 好 不要被他糊弄 我们的选择题呢 会有给你很多资讯 有用的资讯 可能只有两个 OK 我先提一下了 因为等下我们做一期题 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的 OK 那这个是娇尔的故事啦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5.1呢 就大概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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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